下边是第二个大的问题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特殊情况 对被投资方可分割部分的控制 就是把它的一部分给并过来了 而不是把它的整体并过来 那么这种情况实物当中非常的罕见 投资方通常应当对是否控制被投资方的整体进行判断 但少数情况下如果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并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定的 那么投资方应当将被投资方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体 视为被投资方可分割的部分 进而判断是否控制该部分而非整体 第一个条件是这部分的资产是偿付 这部分负债或者说这部分其他利益方的唯一来源 没有别的来源了 那不能够用于偿还该部分以外的被投资方的其他负债 就这部分的债务只能够用这部分的资产来偿还 或者说这部分的资产只能够偿还这部分的债 第二个除于该部分相关的各方以外 其他方不享有与该部分资产相关的权利 也不享有与该部分资产剩余现金流量相关的权利 我刚才说比较罕见 如果说逼着我必须找一个例子的话 也有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职工薪酬那张谈到的设定受益计划 如果说企业搞设定受益计划 比如假公司他自己作为发起人 设立了一个基金 设立了一个什么 设立了一个养老基金 这个养老基金不干别的事情 注意这个养老基金 那么他只是搞什么 只是去经营养老金 我们每一期准备出来的钱换回去 然后怎么样 去投资 比如买国债 去买保险单 买高质量的公司债券 如果说胆子稍微大一些的话 在投资一些历史上表现比较好的股票 让他去升值 那么这里边形成 我们买的这些资产形成什么 买的这些证券 形成了什么 是不是叫计划资产 我们在职工薪酬那边 谈过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计划资产所产生的回报 能用于利润分配吗 我们说这个计划资产生的回报 包括精算的利得损失 都是寄到哪里 都是寄入到其他中国收益了 为什么寄入到其他中国收益呢 说白了 我告诉大家 就是为了防止利润分配 如果说它产生的这个回报 这些利得损失 你把它寄入到损益了 进入到损益的话 就参与利润分配了 而我们这个钱是用来干嘛的 用来养老的呀 所以这里边的资产 只能够用来 怎么养活退休后的职工 参与设定收益计划的职工 只能够用来偿还 应付职工薪酬这项负债 或者说呢 这里边的负债应付职工薪酬 只能用什么来偿还 只能够用计划资产去偿还 所以这个就可以作为什么呀 作为假公司可分割的一部分 那么市场上如果说有一个投资者 他只控制什么 他只控制了这个养老基金 没有控制假公司其他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就可以把这个养老基金 作为对被投资方可分割的部分 来进行处理了 那就把什么呀 把这个养老基金并过来 而没有并假公司其他的主体 第三个大的标题呢 是合并报表范围的货面 母公司呢 是投资性的主体 比如说风险投资机构 共同基金 投联险等等这些 先天买卖公司的这样的主体呢 我们准则把它称之为 投资性的主体 它的定义 这都一般了解 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呢 是投资性主体 第一个呢 是该公司 是以向投资者提供 投资管理服务为目的 从一个或多个投资者处 获得资金一般都是什么 多个 因为一个投资者 这个资金量呢 没有那么大 第二个 该公司 唯一的经营目的是 通过资本增值 财管上把它称之为 叫资本利得收益 是吧 那么投资收益呢 财管上把它称之为 鼓励收益 或者说利息收益 或者说两者皆有 而让投资者这边拿到回报 第三个呢 是该公司 按照供应价值 对几乎所有的投资业绩 进行评价和伎量 由于它的这个特征啊 投资性主体所持有的股权呢 往往都是把它作为 供应价值计量 变动基础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来处理 即便持股比例很高 比如说重大影响 共同控制 甚至说都控制了 我们往往也都是怎么样的 都是把它作为 交易性金融资产 来进行处理的 那么投资性主体的特征 第一个 拥有一个以上的投资 一般都是两个 一般都超过一个 我刚刚说过了 你说单一的投资者 他有多少钱 他没多少钱啊 这个啊 拥有一个以上投资 就是 这个一个以上的投资 说的是那个投资的对象 分散投资嘛 能够分散风险 第二个的是拥有一个以上的投资者 因为你单一的投资者 他的资金量没有那么的大 第三个呢 是投资者不是该主体的关联方 如果是该主体的关联方 自己跟自己玩 没什么意思 意思呢 其所有者 潜意 以股权或类似的潜意方式来存在 那获免的规定 母公司应当将其全部子公司 纳入到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 这是一般性的原则 但是如果说母公司是投资性的主体 那么只应当将那些为母公司的投资活动 提供服务的子公司 纳入到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 我以前打过比方就是把孝顺的孩子给并过来 那么其他的子公司呢就不合并了 我们对于其他的子公司的投资呢 其实在个别报表上都不通过长期股权投资来额算 是把它作为一些公寓价值计量 取其变动气助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来处理的 也就是说甲公司是投资性的主体 比如说呢 它有ABC这样三家子公司 其中呢 B公司比较孝顺 为甲公司怎么样的投资活动提供了 比如咨询呀 资料的收集呀 操盘呀 等等相关的一些服务 这是孝顺的孩子 那就意味着母公司在编合并报表的时候呢 只讲孝顺的子公司B纳入到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 在个别报表层面呢 把它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 并按照成本法核算 同时呢 编合并报表的时候把它并过来 那至于说A和C呢 就不合并了 合并报表层面的不合并 个别报表层面呢 是作为供应价值计量 变动技术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来进行会计处理 第四个小标题 因投资性主体转换 引起的合并范围的变化 先说第一个母公司 由非投资性的主体呢 转变为投资性的主体 非投 转投 怎么处理 我们原来作为非投资性主体的时候呢 没有豁免的问题 都要合并的 现在变成投资性的主体了 是不是有豁免啊 我们指合并什么样的公司呢 就是为母公司的投资活动 提供服务的这样的公司 那么对于其他的公司合不合并了 不合并了 不合并的话怎么做呢 参照部分处置子公司股权 不丧失控制权的原则来处理 那这个原则在合并报表层面呢 是全益性交易 产生的利得损失 是把它寄入到资本公计的 第二个是母公司由投资性主体 转变为非投资性的主体 我们原来呢 对于什么呀 对于这个 没有给我们提供服务的子公司 就不合并了 现在变成什么非投资性主体 那就都得合并 原来不合并的 现在也得把它并过来 那怎么做呢 就是按照什么呀 按照非同意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原则来进行处理 把原来不合并的给它怎么样 给它并过来 2021年的一个单选 说甲公司是制造业企业 其子公司也是一家投资性的主体 以公司控制丙公司和丁公司 这是制造业 子公司以的是投资性主体 下面控制丙和丁这么两个子公司了 其中丙呢 这专门为乙公司的投资活动提供相关的服务 那这是孝顺的孩子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 关键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看一下A 说乙公司这边对丁 这孝顺的孩子 投资分类为供应加计量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人家这么孝顺 你按照这个来计量 你觉得好吗 不好是吧 要在个别报表 把它确认为长期股权投资 按照成文法核算 同时呢 编合并报表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孩子呢 给他并过来 所以就错了呗 B呢 乙公司这呢 应当将丁公司 纳入到合并报表范围 你说整反了吗 他这边没有给他提供服务 所以这边就不合并了 在个别报表层面呢 是作为供应价值计量 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所以这个B呢 也错了 如果A和C反着说的话就对了 所以 乙公司 乙公司对丁公司的投资 可以指定为供应价值量变动 进入其他中国收益的金融资产 不可以 因为我们这里边是持多少 是子公司吗 丙和丁啊 都是乙的子公司 这种子公司 就是我们长期股源投资 准则里边谈到说投资性主体 投资性主体呢 这个持有的股权 可以把它分类为 就是重大影响的这种 不按照权益法 然后控制的这种呢 不按照成本法 不编合并报表 只是一个豁免 不能够把它指定为什么 不能够把它指定为 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去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因为这个指定的是针对什么呀 是针对正宗的非交易性的 得是长期持有的这种 正宗的权益工具投资 而我们投资性主体呀 它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啊 那是交易性 有交易的性质 第一呢 说假公司应当将假式制造业了 是非投资性主体 应当将乙公司 丙公司和丁公司 下面的子子孙孙这些孩儿们 全都纳入到合并报表范围 这个是对的 因为我们准则说了 如果说母公司 它不是投资性的主体 要把下面的子子孙孙 包括投资性主体 包括非投资性主体 包括间接控制的投资性主体 都要怎么样给它并过来 我们讲豁免说的是 母公司是投资性主体 而我们这边假呢 站在假的角度 人家不是投资性的主体啊 那就都合并呗 所以这个题的正确答案 是4D这个选项 16年的多选 假公司呢 是非投资性的主体 为乙公司和丙公司的母公司 这是最终的控制方了 以这边呢 是投资性的主体 拥有两家全资子公司 一个呢 是子公司一 一个是子公司二 这两家子公司呢 看好了啊 均不为乙公司的投资活动提供服 生了两个不孝顺的孩子 那就意味着 他这边怎么样 不需要编合并报表了 因为没有孝顺的孩子 所以对他们两个呢 在个别报表 都是作为供应价计量 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来进行处理了 那接着说啊 刚才说谁呢 丙了是吧 丙这边呢 是股权投资基金 它也是什么 投资性的主体 那么拥有两家联营企业 联一和联二 那丙公司怎么样 对这两家联营企业 都是按照供应价值考核 和评价管理层的业绩啊 那就是都作为供应价值计量 变动技术 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关于假公司 最高层了 丙公司 丙公司 对其所持股权投资的 会计处理中 正确的有 A 丙公司不应当编合并报表 丙啊 丙不编合并报表 对不对 对啊 那为啥他不编合并报表呢 因为生的孩子都不孝顺 不需要合并了 所以这个A呢 是对的 B 丙公司在个别报表当中 丙在这呢 他也是投资性的主体 那么他在个别报表当中呢 对拥有的两家联营企业的投资 按照供应价值来计量 供应价值的变动呢 进入到当期损业 对啊 那前面都说了 按照供应价值来评价 评价管理层的业绩计量 所以呢 乙公司在个别报表当中 乙公司在这呢 在他的个别报表当中 对拥有的两家子公司 应该按照供应价值来计量 供应价值变动 进入到当期损益 那这个也是对的 四弟说甲公司最高层了 最高层在这呢 它是什么 非投资性的主体 就意味着 他编合并报表的少 要把下边的子子孙孙怎么样 全都并过来 那我们看D咋说的呢 D呢 说甲公司在编合并报表时呢 应该将通过乙公司 间接控制的两家子公司 按照供应价值来计量 通过乙公司控制的这两家 这两家子公司 按照供应价值来计量 供应价值变动技术 当机损益 那这就错了 因为站在甲的角度呢 它是非投资性的主体啊 要把下边的乙和饼 以及乙和饼控制的子公司 通通怎么样纳入到 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 所以这个题的正确答案 是ABC三个选项 第三个大的问题 我们也讲完了 第四个大的问题 是控制的持续评估 我们的评估不是一个静态的 是一个动态调整的 控制概念当中 谈到了几个要素 比如说权力可变回报 权力影响回报的进行 那我们重新评估的时候 如果说这些要素当中的一个 或多个发生了变化 我们应当重新评估 到底拥不拥有控制权力 比如说水浒 大家是不是都看过呀 在梁山的好汉被朝廷招安之前 由谁来控制啊 由宋将来控制 他是什么呀 主要尊人的 宋哥哥嘛 公民哥哥 那么被招安以后呢 谁来控制 朝廷来控制了 这个时候宋将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代理人 OK 那么关于第一节 合并财务报表的范围的全部内容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